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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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滚長江 東是水 三國演義重開機 英雄說書的觀眾朋友你們好 我是說書人阿瑞 上一回我們說到 元素兵敗徐州 一路退回壽村老家 而曹操作為東漢國際警察 不出手則已 一出手就是要你命的四路大軍 他自己獨領十七萬兵馬 還有呂布劉備兩大豪傑助陣 就連江東小八王孫策 也信聰聰的搭船過來湊熱鬧 元素才剛自立為帝沒多久 馬上就面對彷彿外掛般的明星隊 心裡想 哇這個遊戲難度曲線真恐怖啊 不玩了不玩了 一個心態炸裂 就把壽村城交給幾名將軍防守 自己帶著禁衛隊 越過懷水避難 饒視壽村城變成爹不疼 娘不愛的燙手山芋 但畢竟是防守重陣 城內存糧充足 曹操率領的聯合軍 差點在此踢到鐵板 最後還犧牲了一名良官鼓舞士氣 才順利打下壽村 正當他們準備要趁勝追擊 把元素趕盡殺絕之時 曹操卻收到晚城張秀 投靠劉表 策動南洋諸縣百姓造反的報告 事有輕重緩急啊 大本營許都呢是絕對不容有失 因此他沒有多做留戀 交代了呂布劉備 好好鎮守徐州 隨即呢號召大軍 班師回朝 話說曹操這趟出兵呢 雖然沒有如願消滅元素 還碰上張秀 像是打不死的蟑螂一樣 持續騷擾 可是呢 人生中啊 不會都是不如意 總是有些好消息 好消息是什麼呢 他一回到辦公室 就有文武大臣來報喜 恭喜曹公 賀喜曹公 人家說善惡到頭終有報 那個佔據長安作亂的 郭里二人組啊 總算是遭到報應啦 原來呢 就在曹操忙著處理東線戰爭的同時 李爵與郭四呢 仍在西邊長安內鬥不停 導致啊 兩人的部下發動兵變 砍下他們的手機送來許都 希望能讓長安 恢復過往的安定生活 曹操聽完報告呢 隨即決定到皇宮 禀告漢獻帝 一方面啊 當然是要說 沉蒙皇恩浩蕩 長安百姓呢 仰慕天威 讓亂黨不攻自破 另一方面呢 則是趁機提到 南洋的張秀勢力作亂 自己呢 兼掌丞相職務 幫國家出兵討賊啊 那是責無旁貸 這時候的曹操 說話分量已經 今非昔比 我說你逆賊就是逆賊啊 漢獻帝呢 就算心中有所懷疑 也不好意思出言阻止 就這樣齁 曹丞相和刑事上的老闆 報告完畢 轉頭呢 就派人去長安處理 接收地盤事宜 再讓遠征君呢 待在許都休息整補個幾天 建安三年四月 他便再次執掌兵服 在滿朝文武百官 與皇帝的歡送之下 往逆賊張秀的所在地 南洋出發了 這時的時序呢 已經入下 大軍行進的路上啊 經過黃澄澄的麥田 結石雷雷的麥穗呢 也意味著 農民辛苦的耕耘 即將有所回報 曹操啊看到這場景 心中突然有所感慨 把傳令兵找來啊 要他通告三軍 今天啊 我們選在鼓舞收成十節出征 那是為了討賊逼不得已 要把對百姓的影響降到最低 士官兵啊 經過麥田時務必謹慎 如有踐踏裝甲者 一律斬首 這命令一出啊 阿兵哥呢 無不戰戰兢兢 經過麥田時呢 都下馬不行 還用手扶著麥穗 依序通過 生怕弄掉了一粒麥子 被長官乘除 而沿途的居民呢 自然是歡欣鼓舞 曹大人好體貼啊 有您帶領國家 真是萬名之福 曹操每日跟著部隊行動 對於民意支持度的攀升 自然是非常有感的 這天呢他騎著馬行軍 享受著老百姓的稱讚 路邊麥田裡有一隻野哥 鋪打著翅膀飛出 他跨下坐跡受了驚嚇 突然仰天長司 失控亂竄 竟然載著曹操就衝進田裡 踩壞了一大塊田地 眾人呢一陣兵荒馬亂 好不容易才將馬兒安撫下來 拉回道路中間 正當部隊要繼續前進之時 曹操啊突然高聲道 且慢 有請行軍主部過來 這行軍主部啊在軍中職位呢 接近於機要秘書 對於揣摩上意呢是非常講究的 他走到曹操生前 恭恭敬敬的一舉功 丞相啊有何吩咐啊 按照軍令 践踏裝甲者該如何處置 那主部回答啊 破壞裝甲作物者啊依法當戰 但丞相您這次是馬兒失足才衝進田裡 應該要有斟酌量刑的空間啊 罷了曹操啊一擺手 嚴肅的說啊 這條軍令是我頒布的 倘若我自己犯法卻又不能遵守 將來如何服眾 話說完呢曹操解下腰間配件 把劍翹高高舉起 接著刷的長劍出翹 每個動作呢都節奏分明啊 務必要給四周官兵們看清楚的時間 假鬼假怪 下一秒呢曹操大喊 為了國家秩序 我這條命又何足惜 他倒轉長劍就要表演當眾自吻 我說啊這個場面呢就像魔術表演一樣 要賭一個魔術師與助理之間的默契了 曹操作戲都做到這份上 你身為親信還不配合演出 那老闆啊真的就會非常尷尬 完全下不了台啊 那誰跟他最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呢 郭家郭鳳孝一個劍步衝上前來 他早在曹操解下劍翹的時候 就已經慢慢移動靠近 蓄勢待發 只等曹操喊完帥氣的台詞 啪嗒一聲立刻從老闆手上搶下長劍 激動的說 古人啊有句話叫做法不佳於尊 尊貴的人可以豁免於法律 丞相啊您必須留著有用之聲 統帥三軍 岂可親言自盡 曹操心中暗暗叫了聲號 果然沒有白騰的鳳孝 但表面呢不動聲色 彷彿陷入天人交戰 過了片刻呢才面露痛苦的說 既然鳳孝都這麼說啦 我也不好違背古人的智慧啊 但是 死罪雖可免 軍令不可廢 曹操右手長劍挽了一個劍花 削過自己的腦袋 周圍的將士都發出驚呼 只見呢他割下一撮頭髮 丟在地面 冷冷的說啊 今日我姑且以頭髮代替首級 下不為例 曹操這一番演出呢 一傳十十傳百 很快就傳遍了軍中上下 大家眼看連最高長官 都如此重視自己說過的命令 更加的不敢違抗啊 沒幾天功夫呢 軍隊便來到南洋城外 扎贏落腳 我們把鏡頭啊 轉到城內的張秀辦公室 他知道喔 這曹操跟自己有殺子之仇 還有愛將典委 侄子曹安明的兩條人命啊 如果落入他手中呢 絕對不會有好下場 一方面呢 派人請盟友留表 火速派遣援軍 另一方面呢 則命令手下將領張仙 率領五百親戚出城 探探敵人虛實 張仙呢 到了敵政前 劈頭就罵 從沒見過啊 像曹操這樣 寡連賢恥之人 竟然對我主張秀的嬸生 做出那禽獸不如的行徑啊 此話一出呢 勾起了曹操心中 本來好不容易壓抑下來的傷痛 要知道啊 罪傷人的話 往往是實話的 你罵他卑鄙無恥 曹操喔 搞不好都還不會這麼受傷 此時呢 兩軍對陣 劍拔奴張 在失去典委之後 是徐楚接手了中軍素衛任務 他站在曹操旁邊 看見老闆喔 眼眶滿是血絲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樣 知道啊 先下手為強 勝過千言萬語 徐楚呢 翻身跳上一匹馬 僅僅帶著50名精銳護衛 就衝上正前 朝著敵將 大喊一聲 休得對我家成相無禮 也算那張仙啊 活該倒楣 他認得的人物不多啊 只記得軍師賈許交代 千萬小心曹操手下的 猛將典尾 夏侯敦等人 此時呢 看到一個胖子 兩手空空 騎馬往自己衝來 心中啊 只覺得好笑 隨口問道 你又是何人啊 一擺長槍就要應戰 徐楚呢 仍在馬上 雙眼直勾勾盯著張仙 活香頭 胖老虎鎖定了獵物 就等著對方啊 進入攻擊距離 他一拍馬背 騰空而起 抽出腰間的冷月寶刀 一片炫目的螢光 讓四周士兵 忍不住眨了眨眼 就那麼瞬間 眾人耳中呢 聽到 咔咔咔咔幾下 清脆的響聲 再度睜開眼時 張仙啊 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 發現呢 手中長槍 已經斷成術結 徐楚呢 則將寶刀收盡刀 頭也沒回的 上馬離開 隔了半嗓 砰一聲 張仙才面部朝下 撲倒在地 身體下方呢 滲出骨骨鮮血 竟然喔 沒有人發覺 他是怎麼受傷的 張秀這邊的士兵呢 一看主帥落馬 生死未捕 大家發了聲喊 逃回城中 把大門呢 緊緊關上 這場戰爭啊 很快又進入了 攻城階段 前不久才剛經歷過痛苦的 壽村攻城戰 這回呢 曹操啊 不敢怠慢 他親自騎著馬 繞著城四周觀察 這南陽城呢 有著寬闊深長的護城河 如果草率進攻喔 一定會吃虧 於是呢 他命令士兵 從後方運來土石 慢慢的將壕溝填平 同時也架起雲梯 窺探城內守軍如何布陣 三天過後 曹操找來手下大將 下達攻擊方針 要大家喔 把裝滿泥沙的布袋 一包一包堆積在城池的西北角 打算呢 從那裡爬上城牆 而這番動作 全部被站在城牆上的軍師 賈許看在眼裡 賈許走回城內軍營啊 對主公張秀報告了剛才的觀察 張秀聽完啊 立刻表示 好 那我就派人加強西北角的防守 賈許呢 搖了搖頭 飛也飛也 大人啊 別心急 我觀察了那曹操三天 他幾乎都在城池的東南方停留 因為那邊的路角多有破損 磚瓦也心就不一 此刻啊 他故意在西北堆沙袋 為的就是眼人耳目 如我所料不錯 他必定會選在夜裡進攻 從東南角翻牆入城 張秀聽完賈許分析曹操這 虛虛實實的心理戰 覺得呢 整個腦筋都快打結了 正不知如何是好之際呢 賈許獻上了一條 記中記 他召集南洋百姓 假扮成士兵 在城池的西北方聚集 而真正的精銳士兵 則移防到東南角的民宅中 白天啊 吃飽喝足休息 就等晚上呢 敵軍翻進城牆 自投羅網 曹操這邊呢 看見對手 把大量人力移防西北 還不時傳出 敲鑼打鼓的聲響 直到呢自己的計劃 天衣無縫啊 命令一名小隊長呢 白天帶隊攻城 等到夜幕低垂的二更十分 就親自帶領 數百名身穿黑衣的特遣隊 手拿鐵敲繩索 摸黑從東南角翻入城中 然而呢深夜的南陽城一片寂靜啊 數十間民宅 看不到半點燈火 也不見守衛巡邏的跡象 曹操呢正在納悶 碰碰兩下炮響 埋伏在此的精銳勇士 從漆黑防射裡蜂擁而出 城中關底呢 燈火通明 張秀拎著一千技兵 跟著衝殺過來 正所謂 強中自有強中守 用詐還逢是詐人啊 自認是戰場老千 心機無人能敵的曹操 沒想到這個深東吉西作戰被誓破 被殺得措手不及 大敗逃出城外 狂奔了數十里才擺脫追兵 等到天亮後清點人馬 發現了死傷人數高達五萬 連餘禁在內等多名將領也負傷掛彩 損失的糧草之眾呢 更是不計其數 卻說曹操進攻南陽不力 帶兵撤退的消息傳出 張秀的盟友劉表正準備要起兵相助 眼看啊 機不可失 打算主力部隊清朝而出 直接繞去曹操大部隊後方 給他一個surprise 此時呢 卻收到探馬來報 說那小霸王孫策 派了船隊屯兵虎口 似乎有寄於荊州的念頭 當然啊 這是曹操當初離開寿村時做的絕妙安排 也幸好啊有這一首 讓劉表不敢輕舉妄動 他只得分出一部分兵馬 給大將皇族 命他提防孫策偷襲 自己帶著剩下的士兵 前往安仲縣這個地方 攔截撤退的曹操 同時還派人回信給張秀 邀請他出城作戰 看能不能啊 給曹操來一個前後夾擠 究竟曹操能否擺脫 對戰張秀接連吞敗的陰影 面對劉表趁虛而入想要撿尾刀 他又該如何以一敵二逆轉戰局呢 預知後續如何 別忘了訂閱英雄說書頻道 打開小鈴鐺接收全部通知 還可以追蹤說書人阿瑞的Instagram 更精彩的故事且聽下回分享 HELLO 英雄說書 欸我忘了拿麥 HELLO 英雄說書的觀眾朋友你們好 我是說書人阿瑞 我們又到了我們久違的短Vlog時間啦 今天這個場景非常特別 我們是出了一個外景又到內景 那這個地方大家剛剛應該也看到了 是一個很real的錄音室 你們在家裡自己想要搞錄音室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這一篇的整個佈置 廢話不多說啊 為什麼會到這邊呢 因為其實這邊有三位好朋友 那都是我們資深的配音工作者 那他們先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阿寬 手上拿著NS什麼意思啊 阿寬 對他是阿寬 我是小安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彥均 好那我這邊阿瑞 因為我跟小安是舊士阿 所以說我今天特別呢 來參加他們有一個Podcast節目 名字叫做 好好說話好不好 那這個節目呢 他現在已經來到第四季了 是一個非常長青的一個節目 耶 還會做效果 眼睛眼看不如長青啦 等一下我發現了 一件事我右手好痠喔 那你需要這個 這次來這邊呢 我們有那個 一起除了共錄節目之外呢 這個第四季呢 我們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企劃 這個企劃呢 是跟我們英雄說書有關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張飛 我怎麼到這裡來的我也不懂啦 不過沒關係 不管我在哪裡 都要為大哥戰鬥 只要有我的地方 我就要讓大哥的威名傳遍天下 這個節目本來是一個什麼樣的節目呢 我可能要有請我們的大哥 彥均大哥 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的我們這個節目呢 好好說話好不好 顧名思義就是 要希望教大家如何講話 那我們一開始 是因為我們 阿寬是錄音師 我跟小安是職業的配音員 那我們就 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你故意講那麼嘗試 想要讓他手很痠對不對 我想要看看 我想要看看 人類的極限在哪裡 是阿瑞的極限 對我們就是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些 配音的相關知識阿 或者是一些話題 然後 欸你的手還可以嗎 你還好嗎 好他點頭了 那我們就繼續講吧 彥均你壞壞 我們也會有很多的 比如說像來賓阿 或是一些跟大家閒聊的 生活上面的話題 那總之 現在已經進入第四季了 然後內容越來越 現在也進入第四分鐘了 這樣 我跟你講阿 電影裡面很多的鏡頭 手搖鏡頭才是最寶貴的 對 手持鏡頭 好那 好啦我們就不要虐待阿瑞好了 我們把 我們把 鏡頭還給阿瑞 從來沒有那麼真實過 好那大家記得啊 那個想要看節目的話呢 就到我們的這個 好好說好不好 可以看到我們最新一集的 精彩三國實境秀 好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歡迎下載 Hummy Video App 並進入CAD網紅館 就能在這個平台上 獨家搶先 YouTube14天 看到我們的影片喔 最後喔 如果想給我們更多鼓勵 除了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能用每個月一杯咖啡的錢 贊助我們的內容創作 這裡是英雄說書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